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利用送几几个车一起出城 一局在总部指挥 已随时派出野牛队做出支援 下一个场景是高刚一行人逃离至天台 郭雪和哪吒挡住后面拿火头的打图 创造机会让高刚和颜多怕利用懒神划过钢篮 两人顺利的掘地 一靠着二郎的指挥乔曼的躲避后面的追杀 顺利的找到小兵介义 而另一边的郭雪和哪吒 努力地避着斧头换杀 先显得抢了一部车在城内冲冲忙忙地开着 并向野牛队请求支援 于是 城外的野牛队迅速地做出了射杀和城门爆破的举动 郭雪 哪吒两人有情无险地逃离了出来 夕阳渐渐落下 在紧张地清扫活动结束之后 高刚生生地吸了口约 方新武买的资料说 一打共出的几个窝点都已经被扫清了 接下来唯一的突破口必须是馒兔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去园安队那里找男兔 次日 他们正准备进去 就发现已经乔章了的张鹏 推着重伤的男兔走出了园安大楼 两人一致决定默默地跟着他们后面 行动前夕 高刚看着手机中可爱的女儿 提议和方新武一起把合影发给女儿看 两人表情延续了比了个夜 行动最后圆满结束了 在中国云南一架飞机慢慢落地 而特决押送着剪了头发的诺卡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审判 数字并罚判处死刑 故事的结尾 高刚一起人带着狗粮来悼念 终舔笑天的游泳之声 剧末 一局合取着管账的高刚在卡坪上弹心 高刚说 方新武在杀了张鹏之后非常痛苦 但实际上他仍然清新不改 还是一个有着一腔热血的好警察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 解释了